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像VIL函數 跟那個INDEX 另外有個叫INDRECT 這幾個函數其實重要性都還蠻高的 那後面的話有一些練習題 我們就會利用這幾個重要函數呢 把結果給做出來 那今天的話先來看一下有關 這一個 檢視與參照這個綜合練習題 那綜合練習第2集裡面有提到 裡面第一個我們用到有關那個 這個配股數量表 那裡面主要是希望呢 我們可以建幾個名稱 那名稱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請各位開啟這個綜合練習題 第一個呢先到那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先做一件事把這裡面的名稱全部刪掉好了 那我們理論上就把它全部刪 那重新建好了 那大概我們會需要 計算的公式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有蠻多個公式 他實際上都是用名稱來代替 那也就是說呢 之後呢 我們把這些名稱都定義好之後 那有一些比如說像什麼 現金鼓勵 怎麼計算 他實際上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原油股數加上分配股數的總和 除以總發行股數再乘以 分配盈餘 所以你會發現呢 只要你每一個每一個都建立一個名稱的話 那之後你按F3 你就可以把名稱帶出來 那以後公式裡面所顯示出來就是一個名稱 也就是說你將來做公式也可以 只用名稱來代替喔 那有哪一些需要建立名稱 包含就是 配股數量表 他這邊工作表裡面有一個 C1 這個 C1一個儲存格也可以定一個名稱 叫總發行股數 G1是分配盈餘 然後呢 A1到A58是股東姓名 當然 這邊 其實後面呢 還有很多的 很多個欄位 那如果每一個欄位我都希望建一個名稱的話 比如說 股東姓名 他的範圍在下方 A4到A50 A58 OK 那如果這個範圍 那B欄也是一樣 上面的名稱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你可以用一個快速的方法 把整個範圍選起來 比如說你有8個欄位 那其實你可以整個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直接利用那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他的名稱呢 剛好就在頂端列 所以你在選舉範圍的時候記得也要把名稱選起來 剛好他的名稱就在頂端 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先幫我建立5個名稱 所以名稱管理員裡面也可以看到 從什麼呢 股東姓名 所以你會按股東姓名就這個範圍 再來的話呢 其他範圍總共有8個 那建立完之後的話呢 再建立幾個 總發行股數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優標放這邊 然後 先把這個名稱複製 點這邊把名稱貼上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定義名稱 其實按定義名稱跟 在這邊輸入是結果一樣的 可是呢 他這個定義名稱好處是 他會自動幫你把前面的名稱帶過來 而且你會發現如果前面有 標點符號他會把他捨棄 留下那個數 就是名稱的部分 按確定 那分配盈餘的部分的話 也要定義名稱 前面就分配盈餘 所以我們總共建的 剛剛有8個欄位的名稱 然後總發行股數跟分配盈餘 總共 又多兩個 所以總共有10個 另外的話呢 還有呢 配股數量表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範圍 將來我要做用vfn 查詢的話 那我需要呢 先把這個範圍先 建立一個名稱 名稱的話 剛好就是什麼 這個名稱 配股數量 所以可以把這個名稱 先把它Ctrl C 工作表名稱 然後呢 再來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 這個名稱 定義名稱的話 除了說你可以從什麼 從定義名稱這邊輸入之外 你也可以從這邊 因為剛剛我複製 直接從這邊貼上 Enter 這樣會比較快 OK 當然你從定義名稱也可以啦 反正兩邊看哪邊方便哪邊做 OK那再來的話呢 稅率表 一樣把它Ctrl C 再把這個不包含 欄位名稱的部分 把它怎麼樣 把它定義名稱 貼上就可以了 OK Enter 那其實你會發現 配股數量表 跟稅率表 其實最大的差異 你會發現呢 在那個配股數量表 它是縱向的 有沒有 它縱向的 OK 所以這邊縱向的資料 通常會用V乳函數 那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你資料是橫向的 有沒有 藍位名稱在前面的話 那通常會用另外一個 H H H 把V V的話 其實是 Vertical Vertical是垂直的 H的話是Holirondal 是水平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資料 可能要看一下藍位名稱在哪裡 不過其實理論上 一般 會把藍位放左邊的這種機率 還蠻低的 現在 越來越少看到 所以如果說啦 其實像我自己習慣 我乾脆一律 把這個範圍乾脆全部轉成什麼 所以選擇性貼上你可以轉字一下 有沒有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縱向的來處理 不過轉完 可能其他地方都還要改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沒有多一個配股稅量表 加一個稅率表 總共有12個名稱 所以你可以在名稱管理裡面算一下 裡面 從上到下 會有12個名稱定義好 給第一個階段喔 定義好一個名稱 那為什麼他第一這些名稱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可以按F3 就可以把那個名稱給帶出來 所以將來如果你在 在 這個 使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只要按F3 比如說第一個 配股 分配股數 這個所謂分配股數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業績 業績怎麼樣 他有個規定 其實配股數量表 如果他的業績是在什麼 0到50萬之間 0萬 就是 我跟你講 500萬 0到500萬之間是配1萬股 OK 那實際上就是你的業績越好 你分配到的股數越多 OK 所以呢 以這個人來看 他的業績是 1450萬 所以呢 如果你 當然 這邊可以看到 他理論上應該分配 3萬5千股 不過呢 這邊我們當然不是要一個一個 當然你不是說C Ctrl C 然後切過來 把分配股數 Ctrl V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底下一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用什麼 用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查詢 查詢函數 我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全部查完 那現金股利呢 基本上呢 這邊也有 這個 題目的要求 那底下大家 每一個啦 分配股數的 這個需求在後面 現金股利的公式在這裡 稅率怎麼算 購稅後的現金股利這邊也有公式 所以底下的話請各位呢 按照那個題目的要求 試做看看 那另外的話 裡面只要選到範圍 請各位務必使用名稱 記得關鍵就是F3 那個按鈕 快速鍵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分配股數 以頁進去搜尋 所以特別注意 我如果要搜尋什麼 搜尋分配股數的話 那我其實要查這邊 那因為他總共會有三個欄位 所以我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查第一欄 如果要把資料帶回來的話 他要把第三欄帶過來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查詢 操作函數裡面 用那個 減4比3兆最下面一個VIRUE函數就可以了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業績 那所以帶過來是1450萬 那要比對什麼呢 去哪邊比 其實就是 配股數量表 所以按F3 他會跳出一個叫什麼 配股數量表 按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表格 我要 這個東西 什麼呢 去哪邊查呢 這個東西 去 這個 這個表格裡面幫我查查看 OK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可是問題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不太知道 這個配股數量表裡面的 表格 他排列的順序 你可以再點一下他 他會切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 筆一定是比他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你會發現 1450萬 1400 特別注意喔 可是你會發現呢 這邊的話 他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如果 你比的時候特別注意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怎麼樣 先把這邊先除以1萬 先除以1萬之後的話 就是1450 然後再到配股數量表裡面查 那查的話你會發現 這裡面沒有1000 剛好1450萬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再來喔 第三個 如果你要查你要把第3欄 帶過來 123 所以這邊輸入3 那再來的話 Range Lookup 指的是什麼呢 如果說 假如 你要找的資料 找的資料 第一欄裡面 如果有一模一樣 如果你要找完全一模一樣的話 那Range Lookup 你就輸入0或Force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話 找接近的話喔 那你就要 輸入1 或處就可以了 1或處就是那個找接近的 所以理論上我們這邊應該沒有辦法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不能輸入0 如果0的話一定是找不到 所以怎麼樣輸入1就可以了 那找1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他基本上喔 會幫你找找看配股數量表裡面 有沒有最接近的 OK 那 但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1值的是找最接近的 但是還有一個條件喔 就是呢 如果你找到那個值喔 雖然是比較接近 但是如果還是比 你要找的這個東西 大於的話 他也不會去找 比如說你現在是 1450萬 那他一定會找到1000萬 那把這個35000 抓過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你這個數字是 1900萬的話 特別注意喔 1900萬的話呢 他還是會找 找哪一個 你想說找最接近的 不是應該2000萬 不對 如果你今天呢 找最接近 但不大於喔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1900萬呢 雖然比較接近2000萬 可是呢 他 他這個值 比他還大 所以他一定不會找他 還是會找到哪一個 找到35000喔 特別注意喔 除非你找的是2000萬以上的話 才會去找到那個下一個這個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的值即便是接近2000萬 但是喔 只要你沒有大於2000萬 他還是不會找到那個2000萬那個值過來喔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他會幫我把 這個 35000股帶過來 然後呢 我把往下填滿 那因為呢 他是一個名稱 所以基本上沒有那個 按要把他鎖起來 用那個錢的符號的這個問題 直接怎麼樣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滿 配股稅量表都做出來了 你會講說類似啦 像這個喔 8 890萬 890萬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這邊配股稅量表來看 應該最接近 怎麼呢 最接近1000萬 可是我剛剛講過喔 因為他沒有超過1000萬 所以呢他一定也不會找到1000萬這個range 即便他是接近1000萬 但是抓過來的資料喔 你會發現還是2萬 有沒有 25000 剛剛如果說你今天 查的話呢 假設你查 range如果輸入0會怎麼樣 按確定 他會什麼 NA 什麼NA呢 就是 Not 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 完全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這邊就要0指的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不能找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只能把它輸入1 OK 那這個是VILLE暗數的使用方法 那再來現金股利的話呢 挑 這個題目裡面是要我們做什麼 欸 現金股利 原有股數 與 分配到的股數 老實說他原來有的股票 跟分配到的股票 總和除以總發行股數 再乘上分配盈餘 光看到你就想 這個很難 其實我講過用名稱就很簡單 怎麼說1 等於什麼呢 先輸入一個等號 原有股數 所以按F3 原有股數有沒有出來 原來他有的股票 有沒有 加上F3 他分配到的股票 分配到的股票 先加 所以記得外面先包一個瓜糊 先加不然等下沒有除 除以什麼呢 F3 總發行股數 有沒有總發行 剛剛好像有第一個 總發行股數 在乘上什麼F3 分配到的盈餘 OK 打勾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 向下填滿 應該懂那個邏輯 以後的話 完全都看得懂的東西 所以以後 講公式 反正就名稱定義 加減乘除一下 不就OK了 那如果以前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你會把上面都是一些什麼 那個儲存格的坐標 那些說真的 你還要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才能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你把一個 本來沒有意義的儲存格 或沒有意義的範圍 你可以用什麼 定義名稱 讓他變得有意義之後 你將來在產生公式 的可閱讀性上面 就會大大提升 我想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然後稅率 稅率的部分的話呢 他題目是要 原有的股數 加分配股數 去找什麼呢 稅率表 不過還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個地方 還是 這個 就是 把原來有的股數 剛剛好像有看到這邊 原來有的股數 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剛剛有做過 你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 查稅率嘛 稅率是橫向的 所以記得怎麼樣 插入 這個 檢視與參照 裡面記得用 用橫的 那查什麼東西呢 查原來有的股數 加分配到的股數 但是呢 他的金額是以萬元 那稅率表裡面呢 他不是萬元 所以除以一萬 跟剛剛那個一樣 除以一萬 個十百千萬 OK 那去哪邊查呢 F3 去查稅率表 因為我們剛剛有建立一個名稱 叫稅率表 那如果你不知道稅率表 長什麼樣 你可以 再 點擊這邊 他會切過來 OK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的 原有股數 加分配股數是 128.5萬 所以呢 他查回 應該是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他往這邊查 查到這個 最接近了 所以他會把12% 的稅率給帶過來 那特別是有 Raw Index 你要把第幾欄 123 所以輸入3 比對方是一樣 是1 OK 你會發現 他把0.12 就12% 帶過來 那稅率表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都是利用名稱 把資料給帶過來 那扣稅後的現金鼓勵呢 題目裡面是要什麼 現金鼓勵 乘上1 減掉稅率 所以呢 我們一樣嘛 就是 用公式的部分呢 等於什麼 直接在上面 等於 F3 現金鼓勵 所以你就看到 現金鼓勵 其實應該是這一欄 什麼呢 乘上 刮幅 1 減掉 F3 所以你慢慢習慣 你會發現 這個方法 實在太棒了 喔 我想你 你會用這個方法之後啦 我想你以後 你應該也會用名稱來 代替公式裡面 的那個 那個 初生格的坐標 因為 基本上呢 兩者 差異 是一個看不懂 一個 是完全可以看得懂 OK 底下就做出來 那排名當然我們可以用 插入函數的那個什麼呢 前面有做過叫 統計裡面的叫 RANK RANK RANK呢 然後呢 他的 扣稅後現金鼓勵 跟誰比呢 F3 跟其他人比 所以這邊有個扣稅後現金鼓勵的範圍 指的是這個範圍 這邊指的是這個全部人的範圍 那因為他是一個名稱 所以之前是要按F4 去鎖列啦 可是現在不用因為他固定一個名稱 他會在 這一個他的扣稅後現金鼓勵 跟全部人比較之後他排第35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OK 你可以看到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排名馬上就全部出來了 當然做完之後的話 我的習慣是什麼 最好旁邊再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什麼 按下之後 可以自動幫我把那個 剛剛的東西這個清除 全部清空 這個的話呢又重新產生 應該還記得前面我們好像有一題是類似的 這個做完的 按下他 全部輸出 按下他 清除掉 應該還有印象嘛 前面有做一題 其實這裡面的只有 計算的只有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把低欄 輸出剛剛的公式 那你要看有列號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i 所以這個改成i 然後這個也是把它 這個不用改i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呢 看一下有沒有要改i的 這邊好像也沒有 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呢 好像也沒有 i i需要改 這個可能要改 改哪一個 改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 那貼上去之後呢 他就可以自動 怎麼樣 幫我們把 結果給完成 OK 好 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試試看 那那個 VPA部分 我記得我們 之前有講過 類似的題目 所以 所以往後呢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 你做好的公式呢 全部都直接輸出到 指定的儲存格 而且是很多個欄位喔 像我們這邊總共有 五個題目就五個欄位的話 那其實你就把公式做好 直接把它輸出就OK 就是 不要 歐 有 有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